今天我们在谈言结经 我们先念一段经文 善男子此希望心若无六成 则不能有 四大分解无成可得 以终言成各归善灭 毕竟无有言心可见 善男子彼之众生泛生灭故 患心一灭 患心灭故 患尘一灭 患尘灭故 患灭一灭 患灭灭故 非患不灭 避如磨镜 扣镜明线 善男子当之身心借为患寇 寇向永灭 十方清静 这一段话呢 佛陀是讲 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心啊 好像眼耳鼻舌生意 由意识所产生出来的 这六种这个根源的心 是不真实的 是希望的心 那么 假如呢 没有这六成 也就是没有眼耳鼻舌生意 根本这个心啊 是不存在的 也是眼耳鼻舌生意 通通都没有的话 那么这个心 也就根本不存在了 包括怎么样子呢 可以如何去看出来呢 好像我们人生的地水火红 只要分散了 那么这六成 也就没有了 眼耳鼻舌生意 是根着身体的 那身体没有了 这眼耳鼻舌生意 也就没有了 也就是这样子讲 所以这个只是 四大根六成啊 完全是因为阴炎而产生的 假如阴炎灭尽了以后呢 这个地水火红啊 眼耳鼻舌生意 也就通通都分散了 最重要的到这个时候啊 根本就没有心 可以去找得出来 这个四大六成 全部分散的时候啊 你哪里去找这一颗心呢 这个心已经没有了 所以再讲 这个佛陀就讲这个音言 所有的众生啊 这个身体因为他身体没有了 以后呢 他这个希望的心也就自然就没有了 那么希望的心 因为他已经没有了 这个原来的眼耳鼻舌生意 也一样是没有了 那么眼耳鼻舌生意都没有的话呢 连这个希望的这一切 通通都消失掉了 也就幻灭一灭 根本连希望的都没有了 由于连这个希望的 这个眼耳鼻舌生意 通通都灭了 连这个希望的 这个通通都灭过 那么剩下什么东西没有灭呢 就是不是希望的 它就存在了 就不灭了 这个佛陀讲啊 就是好像人啊 在磨这个镜子一样啊 磨这个镜 这个屋后脚是给他磨掉了 那么光明他就显现出来 善男子当之身心 皆为患后 要知道身体 跟这个希望的心 都是污秽的 那么只要把这个污秽的 这个擦掉了 那么十方就清净 也就是静止的光明 他自然就显现 那这一段话是 这个释迦摩尼佛讲 把这个一切的四大消灭了 六成也消灭了 这个希望的心 通通都消灭了 因为希望的都没有了 那么真实的像 它就显现出来 也是镜上面的污穗啊 污秽啊 全部把它擦干净了 那么它的真实的这个佛性 才能够显现出来 这一段话 其实我以前 在说法当中也都提到过的 像我们讲起来 我们在修行当中 你要入三魔地 你就必须要把什么都忘掉 也就是连希望的这个心都忘掉 空了一切 你观空 你真正能够观空啊 你才能够有佛性 才会显 你不能够观空的话 好像你直着一 直一 也不能算是空的 因为你直着一 这个一还是希望的 你要进入真正的灵的当中啊 完全没有了 这个道家是讲坐望 你坐在这里 望了一切 这个时候啊 你真道才能够显现 佛陀在这一段话当中啊 并没有提到 什么原因 什么都光空了 什么都坐望了 佛性才会显现出来 其实这个是 没有什么理由好讲 好像一个杯子 它这个水 假如是满的话 你什么东西倒都倒不进去 你再倒水进去 那个水都会冒出来 但是你这个杯子 假如是空的 你把水倒进去 它就可以装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把你的身体的意念 你的这个心啊 完全消失掉 灭尽了 那么宜昼意识的这个法流啊 才能够进到你这个杯子里面 才会充满 你假如本来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水啊 是很肮脏的 这些意念存在的 都是很满的 你平时啊 都是一些污秽的这个想念 都在这个杯子里面 你说这宜昼的法流怎么倒 倒进你的杯子呢 因为它一倒进来 它就流出去了 永远不会在你杯子里面 这个道理就是这个样 所以我讲过的 你只要光空了 空了一切 这个宜昼法流就进来 进到你身体 最重要的 还要把你这个虚妄的这个心啊 眼耳鼻舌生意 是属于希望的心 这叫六成心 叫做虚妄心 都要消灭掉 都要没有 都要无心 你们听到这个无心啊 我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无心 大家以为说奇怪 师尊什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无心 年轻的时候经常喜欢唱一条歌 我的一颗心啊 这个送给一个人 那么你心送给了人以后不是无心吗 你就没有心啊 人家问说 诶 诶 儒生意你的心呢 已经被脱心的人脱掉 hij exclusively 这个心已经被脱心的人脱掉 那时候讲了这个无心啊 跟现在这个无心是不同的 你老是把你的那一颗心送给人 这个送了太多了 你自己已经就没有心了 其实也不是送很多 一颗心只能够送一个人 送给人家你就没有了 你就变成无心的人 为什么是无心呢 因为被脱心的人脱走 这是讲好玩的 不过讲起来也是事实 这个有人讲啊 为什么这个 这个男女约会啊 一定要在比较暗的地方 你们讲出那个他的道理 为什么男女约会 要在比较暗的地方 对啊 这个爱情是盲目的 他偷看了脑筋机转弯 爱情本身是盲目了 所以要在黑暗的地方 这个其实啊 我的意思是讲 这个心啊 要把它变成 真正的空了这颗心 是很不简单的 所以我们真正在禅定当中啊 我们现在目前啊 在修禅定 不但要空了我 我要空 就是无我 还要把六层空 就是把眼、耳、鼻、舌、生意 全部空了 还要把那一颗希望的心 给它空了 真正能够空了 真正能够空了 宇宙的法流 才能够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这当中有两个现象 在密教里面我们经常谈到的 佛陀在这个颜结经里面没有讲到 不过他只是讲说 你只要把这个身灭了 六层灭了 心灭了 你就可以看到光明 佛性就会显现出来 但是在密教里面呢 有所谓入我我入关 什么是入我呢 就是说当你一切空了的时候啊 这个宇宙的法流啊 它会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其实那时候你没有身体 这个讲这个讲起来说 进到你身体只是一种形容 其实是打成一片 你本身已经化为空了 跟宇宙法流是一样 就这样 就这样子 融合在一起 密教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啊 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心放 宽大 放空 然后呢 这个宇宙的这个光明的法流 就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然后叫内外打破 这个叫入我 那什么叫我入呢 我入的时候啊 你会看到这个无垠的这个金空 看到明体 然后你看到宇宙的明体 产生出来一个大颜禁制 一个很大的颜 很光明的 像宝镜一样的 充满了宇宙之间的 大颜禁制 那么你整个的这个 这个人呢 就飞起来 那么就飞到这个 这个整个宇宙的光明的大颜禁制里面融合为宜 这个就是我入嘛 一个是入我 宇宙法流 宇宙法流进到我的身体 一个是我入 我的身体进到这个宇宙法流之中 在密教里面有入我我入的这个观想 那么这个观想就是 在做着这一种 进入宇宙法流的这一种 跟宇宙法流进到你身体里面的 做这样子的观想 不见了 就是说 你的身心都要不见 那么身心都不见了 就叫做入三谋地 在道家就讲作望 在密教是入我我入 在一般的这个 讲话就是讲入三谋地 就是这一种状况 那佛陀他讲的 他没有讲什么 那个很特殊的这个理由出来 为什么会活性会显现呢 他说想说 你所有的希望的 通通都不见了 那么真实的就出来了 就一句话而已 这个 他这边讲 非幻不灭 非幻 非幻就是说 不是幻 不是虚幻的 它不消灭的 幻灭灭故 就是所有虚幻的 通通都消灭了 那么 非幻不灭 这个 不是虚幻的 它不会消灭的 它是真实存在的 也就是这个佛性 自然 它就显现出来 这个佛陀讲的 这个就是 它真正的道理 就是自然而然 当你把这些假的东西 通通清除掉了 也就是把镜子上面那些 屋后 全部把它抹干净 它的光明就显出来了 它这个真实的心 就出现了 这个 当之啊 身心啊 皆为幻后 这个表示啊 释迦牟尼佛讲 你的身体 包括你这个 六成 眼而比择 身意的这一种 虚幻的心 都是幻扣 幻扣呢 就是 虚幻的 不清净的 当所有不清净的 都消失掉的时候 十方就变清净 这个十方清净呢 在密教里面就讲 这是 无垠 精空 又叫做 宇宙的 明体 宇宙的明体 无垠 精空 可以讲 就是佛险的 就是佛陀在这边讲的 十方清净 那么我们今天呢 那么知道呢 这个宇宙的这个明体 那么知道进入三魔地 那你就可以 成佛 你就可以成就这个 这个佛陀 认识了宇宙的真理 得到了真正的大道 那么这里所讲的心 都是属于 希望的心 并不是真实的心 唯一真实的心 就是佛性 就是宇宙意识 就是宇宙明体 无垠 精空 也就是我们一般人 常常讲的大我 那么在密教里面呢 又称为母光 母光就是宇宙的光 那么子光呢 子光就是你自己身上 产生的光明 由自己身上的光明 回归到这个宇宙的 这个母光里面 就算是成佛 也就是开悟 也就是子光跟母光 相会合 互相融入 那么这个修行的 这个如何去修 就是要靠我们 做禅定 那么我经常这样子的 像刚才 我们打坐的时候 我用的方法 我是随着席出入 好像我在呼吸的 这个席啊 我便没有属席 我是随着这个 呼吸的长跟短 跟光的色泽 随这个席 在做呼吸 那么做了调席 一阵子以后呢 我就把自己的这个 放空 也就是把自己的念头 这个随着光的颜色 呼吸的颜色 跟它的长短 就把它消失掉 消失掉 这个时候就断掉 所有的这个念头 自己的这个念头 忘念了 通通都消失掉 那忘念消失掉的时候 在一撒那之间呢 就觉得自己本身已经 没有什么接受了 也就空了自己的身体 自己身体都空了 这个空了 还是有意识存在的 还有一点点意识存在 那么再想办法把自己那一点意识 就是那一个心 再把那个心呢 也给它消失掉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称为 有一个现象 在禅宗里面有讲说 东墙打西墙 什么叫东墙打西墙 这个墙壁怎么可能会 东墙打西墙 东墙永远在东墙 像后面菩萨靠的这个墙 就是东墙 那么厨房那边的墙壁 叫做西墙 那你打坐到这个东墙打西墙 什么意思 那东边的墙壁啊 跑到西面去 西面的墙壁跑到东边来 就是两边 两边的墙壁 共相创 这叫东墙打西墙 有人禅定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我在禅定的时候啊 东面的墙壁 打西面的墙壁 这个叫做空间消失 这个中间这个距离就消失掉 那你人在哪里 人不见了 叫做东墙打西墙 因为你的人坐在东西墙的中间 那么东墙既然打西墙 你的人就不见了 那么东墙 假如打西墙 空间就不见了 这个时候啊 还有东墙打西墙的这种感觉 连这种感觉都没有了 这是一片混沌 的状态 你自己不见了 墙壁也不见了 东西墙都不见了 这个墙壁移来移去 移来移去 移来移去 移到最后 连墙壁都没有了 这个不但是粉臀啊 这个出现粉臀的现象 再往上走就变成清净的无垠 无垠晶空就出来了 无垠晶空一出现的话 你自己就融入法流里面 你自己也变得清净 这个就是真正的融合入于三摩地当中 佛陀讲这样子的境界 叫做十方清净 叫做佛性自显 但是你假如还执着一 你就表示你还没有空 你只要执着一 你就不能入三摩地 所以难是难在这里 困难的地方是难在这里 但是不是睡觉哦 不是说 我根本没有什么东墙打西墙 什么都没有了 我也没有 我也已经作妄了 我自己也不在了 反正大家这么多人看着我 我已经睡着了 我当然不在了 很多人看着我 我都睡着了 睡着了是不是忘我 也算是忘我 因为你都不存在了 那么多人看你 你都已经都不在了 但是呢 你的这个神事 你这个心还在 你的神事已经进入梦境里面 你不能自主 你进到梦境里面 进到另一个法界里面 梦也是法界之一啊 你进到另一个法界里面 你还是不能亲近 你那个法 梦的那个法界不能进去 又要忘掉自己 忘掉自己的心 所以难就难在这里 今天这个 讲三摩地 困难的地方 就是不能睡着 也不能清醒 不能有一点点的执着 不能有一丝丝的妄念 所有希望的全部通通扫除 佛性才能够显 你看见乌云惊弓 看见宇宙明体 那么融入在里面 这个才是真正的 三摩地 Om Mane Bé Mee H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